Hello,大家好,我是小张哥 欢迎大家今天能过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那么在前一段时间呢 我给大家介绍过一些免费的这种酸酸乳 还有包括这种维度瑞 还有Outline的这种方式来进行去科学上网的 那么通过大家这段时间呢 进行去观看小张哥的视频教程嘛 然后大家在我的视频下方一次进行去反馈 说希望小张哥能多推荐一些这样的免费的科学上网方式 然后让大家进行去多掌握一些 就是可以通过古多元微代课 还有YouTube进行去科学上网 然后能学到更多的这种技术 学费性的这种资料知识吧 然后那么今天呢 小张哥给大家再介绍一款免费的这种科学上网方式吧 还有这种方式呢 是通过一个在线的这种云办公软件服务商 来进行去提供的这种免费的这种服务策略 那进行去上网的 嗯 然后好的 然后废话不多说 我直接打开他们家的一个官网 然后直接去我们看一下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服务商的这个官网地址叫tubo.net 然后这家的这家这个服务师提供商呢 主要是做这种云移动办公软件的 然后在他的这个云上主要是提供了这种浏览器 浏览器主要包括了那个Fairfox 还有这个Chrome两种浏览器 还有IE 然后那个还有他还做这个云上的这种聊天 包括数据库 还有面向于开发人员的这种工具 或一个list等等 好了 然后我废话不多说 还是老规矩打开我的这个十分钟邮箱 然后我们注册一个账号 我们先再体验一下 OK 我直接 重新换一个邮箱吧 OK 然后换一个最新的然后复制 然后我直接点击签签到 然后点击注册 还是老规矩 然后我们通过老方式 然后进去 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我点击创建一个账号 OK 然后我现在一个账号已经创建成功了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他默认给我发了发送了一个邮件 然后这个邮件呢 是默认让我进去重置密码的 大家一定要进去先去根据他的提示 进去重置我们的密码 否则我们无法登录他的这个 Mark版的这种客户端软件 稍等一下 他的Mark版的客户端软件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一定要先进去重置 用户名 重置密码 OK 然后点击setpassword 我们通过他这个code进去重置 然后输入我们的新密码 然后点击继续 OK 我们看到我已经更新密码成功了 好的 然后我们直接退出重新登录一下 然后在这呢 然后我需要额外的十分钟 把我的邮箱 然后再设置稍微长一点 然后我点击签到 输入我的邮箱 输入我的password 然后我点击签到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我的这个酸酸乳我关闭掉 然后我重新刷新一下这个浏览器 大家可以看到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现在上谷歌 我现在是用的是大陆的这个网络 然后上谷歌给大家看一下 我基本上现在上谷歌完全上不去了 然后那个我直接连一下它的chrome 然后我们默认初始化一下它的这个环境 然后开启它这个远程的那个云桌面 然后进去免费使用一下他们家的这个云上的这个浏览器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默认就是我就开始用他们家的这个免费的这种云上浏览器就可以上谷歌了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一个vimeo 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它这里的一个速度是什么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天哪 基本上基本上就是快键毫无压力 我的天哪 快键毫无感知 ok 然后我们直接上那个我们喜爱的这种优管 然后进去看一下 哎稍等大家稍等 然后我输错 sorry 然后呢我直接在这它这有个键盘 然后我们在这个键盘这可以输入中文 然后我直接在这输入小张哥 sorry 我直接切换一下中文文状态 然后我直接在这输入小张哥 然后大家一定要按空格键 然后它就上去了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默认就是现在已经进入了小张哥的这个视频 然后我看进入小张哥的这个频道 大家也可以直接点击订阅小张哥 大家好我是小张哥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呢 Hello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张哥 这个视频的这个速度 嗯在前面 sorry 嗯那个刚才我稍微点击了一下这个 我直接重新连一下 刚才我直接在我的这个url 那个地址里边 重新输入了一下YouTube 然后它重新断了 然后我给大家重新做一个演示 然后输入我们的这个YouTube吧 直接在这个我们的键盘这儿输入小张哥 输入我们的在这儿点击 输入我们的空格键 然后直接回撤 大家可以看到中文就出来了 Hello大家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网 然后直接把这个 那么在之前 我们直接把这个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张哥 清晰度调到最高 1440p 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张哥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它这个毫无压力 基本上就是五六千 之前的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快键一下 在谷歌的这个 它就开始让我 我天啊 基本上非常快非常快 然后基本上毫无压力 然后ok 然后我们直接在 把我们的这个键盘一定要关掉 然后在这个输入框里边收输入4k 我们搜个4k的视频看一下 注册的时候稍微长一点 ok 找一个什么呢 找一个这个吧 然后它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现在默认上来就是1440p 也就是说2k的视频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切换到4k 不要客气 我们直接切换到4k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速度是相当相当给力 直接就是5兆 我的天哪 这个速度是确实是太快了 然后 嗯 ok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退出 退出 然后那个 它这儿还有一个APP 它这个APP 那个桌面软件呢 只是支持mark mark系统 然后windows系统的小伙伴确实也就无缘了 然后我刚才呢 小张哥已经把这个 它的这个客户端软件已经下载下来了 下载下来之后 它其实这个客户端也是 嗯 我们通过这个优惠名和密码 然后登陆它这个云 云的这个客户端吧 算是我们直接通过这个客户端就可以 连上它的这个云 呃云服务 然后直接使用它的办公软件 小张哥在这儿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首先我们把它的这个 APP这个软件下来进行安装 安装比较简单 就是类似于小瓜社的安装和QQ一样 在这儿小张哥就不给演示了 然后我们输入刚才的这个邮箱 大家稍等一下 然后我直接再扩充一下 输入我的邮箱 输入我的密码 ok我直接点击登录 大家可以看到我没有 呃开启任何的这种科学上网软件 它基本上它就可以直接进行去登录 然后登录上去之后 它的这个 呈现的这界面非常简单 然后基本上也是这几款软件 包括这个Chrome 这个图体是一个呃 这个Ninx服务器 一个登录的客户端 包括搜索三万我们的数据 就是搞开发的一般都是呃数据库 好了 然后我们直接连上它的这个Chrome 我们直接呃尝试一下 稍等它就正在运行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它正在starting session 也就是正在起动规划 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然后起动起来之后 它就会弹出一个这样的框 这样框之后 其实也就是说和我们刚才这个 刚才那浏览器是类似 然后弹出来之后 它默认就是会那个呃 会进入谷歌 然后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那就是呃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在这个小螺丝上 可以进行去设计设置 Cloud region Cloud region是干嘛的 就是它可以进行去设置 我们通过这个后端软件 登录的这个云服务 然后它的区域是呢 然后我默认是在 这怕是在日本 当然它这还有好多 还有美国的 啊等等 啊 当然大家如果根据 如果自己的这个网络 登录这个云 这个桌面 如果不快的话说 可以在这儿切换这个区域 然后你切换不同的区域 然后 然后你在这儿打开的这个 Chrome浏览器 就是登录不同的区域的这个呃 云服务 然后进入这个不同的区域的这种谷歌 然后进入这个不同的区域的这种谷歌 美国的话说 默认我在这儿打开的这个 Chrome浏览器 它所在的这个显示的这个 这个首页 首页界面的这个区域 就是在美国 OK 然后更多呢 然后大家亲自去体验尝试一下 我在这儿直接 还是给大家输入一个YouTuber 先去尝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非常简单 然后也非常快 然后我们直接再看一个4K 它这个流量确实 它这个网速实在是太快了 我在这儿顺便说一个额外的这个话题 它这个 它这个云服务呢 默认是用的这个微软云的 日本的 确实特别快 我直接选择4K了 因为它这个太快了 所以我就不客气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延迟非常非常低 然后我们顺便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嗯 它的这个罩数 基本上算是6兆每秒 确实特别快 达到了6万 我天啊 太快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微妙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微妙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在浏览器里边看这个微妙肯定也是非常收益的 好了 然后更多的 然后这个关于浏览器的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在这儿过多的进行演示了 然后呢 我顺便在这儿给大家打开这个一个六次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开发的这个小伯格一定都非常清楚了解它这个一个六次 一个六次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一个加瓦的一个开发环境 我顺便把它打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ok 我直接他默认让我们选择我们的工作目录 我直接用行动ok了 大家可以稍等一下它这个开发工具运行的太慢 如果我们大家只是用这用它进去科学上网的话说 大家基本上看到这里就已经够用了 然后剩下的我再讲一些额外的这种话题就是关于就是它的这个开发工具 OK 然后基本上如果搞这个加瓦的小哥哥成员小哥哥应该很清楚 建一个比方说test 这个非常so easy 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和这个加瓦的这个非常类似 然后我们直接 直接给大家在这做一个它的这个开发工具的这种演示 OK OK 不用了 我ン坊汁 好了 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看它这个就是基本上的简单一个开发工具 是否可行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这个重选小哥哥一般都应该能够轻苦了解 它的这个开发工具 包括的这个云上的这个办公软件 还是算是比较OK的 也算是比较非常强大 我们OK 然后小张哥今天就介绍在这里 如果大家只是用它来进行去科学上网的话 说只需要用它的chrome 还有这种firefox已经足够用了 那么具体更多呢 然后小张哥今天就讲在这里 就是如果大家如果喜欢小张哥的这个视频呢 然后也欢迎大家点击小张哥 这个教程下边的订阅按钮 进行去持续的关注小张哥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直接点击小张哥视频下方的这个电报群 直接加入小张哥的电报群 可以随时在电报群里边 at小张哥 进行去 有问题随时进行去沟通 然后好的 然后小张哥就今天就要 那个讲在这里 然后欢迎大家进行去收看 然后谢谢 电报群